一般來講 這些企業家被抓以後 他們就被迫 在監獄裡承諾交出他們的全部股份 然後換取性命 換取自由 當然我們還知道有一個 各種民族西蘭 有一個企業家被關以後 徐明這案子 就莫名其妙在出獄前死掉了 各種這樣的事情來看 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 確實他們的人生財產並不安全 到現在為止 可能是因為這個企業和企業家 大量的逃亡 資本的逃亡大家不想看了 沒法看 所以才為了挽回這種推示 因為民企業如果完蛋了 中國經濟的半邊天也就崩塌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才做出這種程度 可是你以往做了這麼多 誰想你是不是又再 搞一個緩兵之計 然後把大家騙回來 然後再關起門來打狗呢 啟動了